那大家可以叫我高晶 然後大家一般都會說我是賭神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題呢 是實習卡外站的一千床之長 但其實真正要分享的是 我瘋子的四年生活 因為一開始可以做這麼多事情 其實很多事情 很多都是有事有得的 有時候朋友會問我說 你到底幹嘛把自己搞弄嗎 這四年你可以好好的過 好好的玩 然後之後畢業之後再看自己想要做什麼 或是想要充實什麼 但其實我想要做這麼多事情的原因呢 是因為我想找到自己的定位 因為我不知道我自己唸新聞系 是不是真的出社會之後 只想當記者或是做一些主播 大家一般都會說要做主播 但其實我的想法是沒有那麼簡單 我希望可以為自己 為社會做一些什麼 或是覺得自己可以更多去學習些什麼 那首先呢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跟一般大學生一樣 我會玩西學會 然後有做過很多紅紅的事 也辦過主播大賽 那社團的部分呢 也有玩過熱舞社 然後熱音社的話 我也有去參與過 所以就跟一般大學生一樣 我會上山也會下海 就是瘋子的四年生活 就是要玩 但是我也要參加過很多事情 那首先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說 從想到到實踐的過程 因為其實很多人在家裡會想說 我以後要幹嘛 我之後要幹嘛 但是真正的實踐有哪些 有些時候想過的事情可以很多 但是真正做到的事情其實很少 那一開始呢 我在大二的時候 大一大二玩很多社團 那大二下之後 就覺得說自己不可以再這麼混了 我應該想說我到底想做什麼 所以看到微軟時期的時候 我非常覺得興奮 但是一方面也覺得有點害怕 因為我跟同學一起跟我們的同一屆 就是說我們一定去報名 不然的實習好不好 然後我們就爬文 爬了很多文章 看到以前的學長節 都是越忘 比如說台大政大啊 台那時候很厲害的一些 學校的科系 所以我們一開始其實非常自卑 覺得說算了啦 我們到底要不要去報名 報了名 經過那麼多之後 會不會還是一樣 沒什麼你還是回到原點 但是我後來引路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不敢嘗試 比失敗還更可怕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 體現在哪 你沒有去嘗試過 所以你不知道自己的體現在哪 所以我覺得是比失敗還更可怕的 那首先呢 我就先進入個人的實習 那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有四關面試 那第一關就是我們人力銀行 就是獵人口公司 Manpower會先跟我們有六個人的團體實習 團體面試 然後之後 我們可以從六個人的裡面 再跟我們的 微軟實習的大家長 會什麼 做一對一的面談 再來三次關 就是跟你的部門主管去做面試 那我最後就進入到的MSN 因為其實這個是不能選擇的 我們只能選擇 我們一開始進去的 要用行銷行政 或是Promoter行 協銷或是技術 那我當初呢 是選行銷助理的工作 那今天有跟三個 在微軟實習這部門 有三個地方跟大家分享 那第一個就是我在MSN MSN入口網站 大家可能有看過 就是行銷助理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專案級活動 還有我的友情成哲 那首先呢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MSN 就是這個入口網站 那有些人可能有用過 但是比較少用 那我是負責我們的新聞頻道 還有星座旅遊跟生活 還有一些星座塔羅的部分 那其實我覺得在裡面實習 最重要的是 主管給我們很大的空間 因為他是美商公司 所以其實我們做過很多瘋狂的事情 在上班的時候 像是一開始我們 因為我是2012年進去的 其實那時候是試奧 就是奧運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五個人 穿著不同顏色的衣服 那時候非常流行 就是鋪接 然後我們就在我們 一般的辦公室上面 做了一個這個工作 而且我們的腿在這邊 旁邊這個雨傘就是主管 他就在旁邊做他的事情 然後我就在旁邊鋪接 拍一些酷手的影片跟照片 其實這都非常有趣 除了在一般上導下標 因為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上導下標 寫新聞稿跟翻譯 你看起來好像一成不變 每天都做一樣的事情 但是你可以把它做得非常豐富 跟你可以做出自己的價值 那下面就是我們跟主管的合照 非常可愛 然後我們有五個實習生 在耳邊生的部門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在旅遊頻道 我做了一個比較特別的事情 就是實踐創意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們會上很多的稿 那其實我就覺得說 每天上稿有點無聊 那如果我都是上 因為那一陣子很滷肉飯的流行 然後我就希望說做一點不一樣的 我想說吧 滷肉飯可不可以做成一個集合頁 然後我就跟主管討論做了一個簡報 跟他們說 既然我們有很多滷肉飯的文章 都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那我們可不可以把它做一個集合頁 可以讓網友 第一時間可以找到全台的一個滷肉飯 然後我就做一個評價美食來看 全台滷肉飯 大批黑的一個集合頁 那當時呢其實我覺得 做編輯的工作就是魔鬼藏在細節裡 因為其實網友可以馬上的 比如說有個錯字 或是你哪些資訊不對稱不對 他會馬上回饋 然後截圖在PTT上面 你馬上就被主管看到說 你怎麼哪裡有錯字什麼之外的 所以其實那時候我也可以知道說 滷肉飯我破了那麼多文章 到底哪一家真的好吃的 因為網友是真的會去每一件事 然後他就會在你的那個MSN後台 可以留言說 其實我覺得真的還好 所以其實這個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可以跟網友有第一手的資訊和互動 那右邊這個就是我們那個時候有末日 有一次有那個瑪雅末日 聖誕奧運跨年 這個集合頁是我們做的 那有非常多突擊 因為其實我們MSN在美國會比較封信 那他們留很多的很多特別的突擊 在台灣是沒有的 那我們就可以把翻譯過來之後 再做成一個集合頁分享給大家 所以我覺得最重點就是在 你每天可以做一般你上到下到一層不便的事情 但是你也可以主動提企劃 然後因為我覺得很多工作很多機會 都是靠自己要去爭取的 如果你覺得我每天就在上班這樣就好 那其實你也可以這樣過身的話 那你也可以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接下來會討論專案的活動 那第一個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提西人之度 因為其實在台灣原來我們可以有台美 台美的政治的提西人 那提西人不是在你的部門主管 是你部門主管以外的人 那我們就會辦一些中秋節的烤肉啊 那你可以跟提西人非常hose的距離 那比如說你有一些工作上感情 像甚至學業上的問題都可以問提西人 因為他就跟你沒什麼距離 他沒有跟你有任何的就像是朋友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公益結合科技 這個的話C型的話 我再跟大家介紹 公益結合科技的話 是我們Innovable 就是配合台灣微軟的一些原有的資訊 比如說是他會做NP或是做他們的XBOX 結合這些我們微軟現有的一些產品 然後去跟公益做結合 那當時我們就企劃一個叫做愛心交流器 那它是一個我們希望把所有路邊上 很多芋蘭花的阿婆啊 或是說賣一些可憐肉花的阿伯在公館 或是賣饅頭的 結合在那個NP上面 如果你經過了那邊 你可以看一下這附近有哪些可以幫助的人 那你偶爾就花了一、二十塊幫助他 所以我覺得在微軟進去之後 主要是在部門工作以外 還有一些專業活動 你可以一想不到的去發揮 那剛剛講到一起來 其實那時候剛進去的時候 是第一屆的Win8 那時候我們非常興奮 因為我們也是第一次知道 Win7要變成Win8了 那時候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 因為我們是做教育訓練 去認識這個產品 然後再把這個產品帶到這個地方 我們是學校 那我覺得這個非常感動 因為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喜歡學習的人 然後可以第一手資訊 學習到這個東西以外 你還可以把它當成自己的小孩 要介紹給別人 那當場你在介紹的時候 你會覺得別人了解他 他進而喜歡他 這件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然後這就是我剛剛說的一個 Win8的論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 會有參加很多專愛 有很多主持的經驗 你可以去練習你的台風 那其實都是自己可以去爭取 那包括剛剛有說到 我是行銷助理 但是我同時也是 Windows Phone的協銷助理 這個怎麼進去呢 因為其實是 因為我行銷助理的工作 其實是比較像是 坐在辦公室前面 但是主管就看到 我每天想一些 古怪的臉子 像突接啊什麼 他就覺得我好像 不只舉起來這邊 他就幫我推薦給 Windows Phone的一個 小主管說 如果以後有什麼 Windows Phone的一些活動 也可以請這個風子去參加 這樣子 然後就是有這個機會 可以當Windows Phone的 那其實那個時候也主持過 很多的參加活動 然後也是去剛剛 像剛剛說的 跟人家介紹 Windows Phone這個產品 讓大家可以去買 或是進一步去喜歡 是非常感動的 然後再來就是 校園期間當時這個部分 就是我在第九屆 微軟時期的時候 做了一次最大的活動 那其實它的內容就是在於說 你可以結合 不是微軟時期的人 那他進來先了解一些 我們專案跟活動 那我沒有怎麼說服他們 他們想要來 而且是做義工的方式 就是免費 他幫我們做很多 少年活動 做一些專案 然後你一方面 要跟主管推薦說 我有這個idea 然後會有很多 很多志願來加入 我們這個團隊的人 但是你要給他們 什麼回饋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我覺得 這一塊是我培養 領導能力最大的地方 因為你要怎麼去 說服那些 一百多個人 他們願意 你去哪裡 他就順便幫忙 然後你又要跟 跟我們的大家講說 他們這樣子幫忙之後 你有沒有給他們 下一屆去面試的時候 有什麼回饋 比如說 一屆站就可以 可以直接跳 第二屆站等等 等等 這都是需要大量的溝通跟說服 還有說 安排一些他們的一些規劃 然後他們吃飯 他們交通 要怎麼說服他們 要自己付錢 等等 就是我 取到最多 在領導方面的 善語心跳大使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我是不是按到中間那個 對 我等一下 好 就是非常多主持人活動 那最後就是 我覺得在這一年當中 我認識了超多朋友 那 這已經累積了 不只是革命情感 更是大家對於 未來的一些了解 大家在 有一些 志同道理的好朋友 像我們在 InnoWave國的時候 想到那些愛心的點子 其實就像剛剛 很多人說的 社工期 然後有一些 必須要解個科技的時候 你有時候只是個 idea 你沒辦法真的去實踐 這個時候 如果有這個背景 有這個微軟實踐 我覺得是非常有機會 可以去真正實踐 你想要做 為社會付出的一些心力 那接下來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在 華視實習的一個內容 那其實 在原風楚光一開始 我原本是進去只是做實習生 那實習生就是 跟著大哥大姐 旁邊看 比如說他們剪輯他的去錄影 這樣而已 那最後就是因為 有一個音樂聽會之下 我可以到這個節目 專門負責他的腳本 一個執行企劃的工作 好 然後 一開始其實我 沒辦法接觸到這麼多東西 沒辦法去討論一題 因為你根本就是三種實習生 你沒辦法去腳本聯絡 來人聯絡這些等等的 但當時剛好他們缺了一個人 然後他們又不想花太多錢 所以呢 那時候就是一個變好的機會 我說 我現在上課才兩天而已 我還有三天可以來華視實習 然後就把自己的課 都排在兩天當中 然後其他全部都來幫忙這個節目做 一些他們的過程 然後到最後就是所有的節目都參與到 包括是去外面拍拍外景 或是真的去寫腳本 那其實我覺得在裡面 學到最多的是 電視圈就真的像一般我們一般想像的 就是那個主管真的可以直接罵你說 你是豬啊 你這個不會寫什麼 他是可以直接用非常直接的方式去羞辱你 那可是我覺得非常爽 因為我覺得說 他羞辱我會覺得有一個正面的力量 因為哇 原來我還有那麼多地方需要改進 原來我就是紀錄二十七 還有非常多部分是不細心的不仔細的 所以那這個地方 我有點倍率性向 那再來就是享受工作跟觀察生活 其實我做的那個節目 他是談話性節目的嘛 那所以我其實我會看很多跟他相關的 比如說SS小燕之夜 也是談話性節目 那我就會觀察哪個主題來賓 那他們做了什麼 說了什麼故事 然後再邊看邊想說 如果這個主題是我做 我會要怎麼做 最後才是做競爭的能力 就是最後要怎麼思考 要比SS小燕之夜還要好 可是我的節目就是 在華誌裡面沒有什麼人要看 然後還要比他們還要怎麼做呢 比如說就在行銷這塊 就要做很多方面的努力 那我覺得這句話 是我要給焦點今天分享的一個結論 就是累積很多小失蹤的成就大事 因為就像我們剛剛 從微軟時期的上稿下飄 上稿下飄的那個工作開始 到現在原本只是個小小失蹤 就在旁邊做洗碗 因為其實我們原木住房工作 一開始就不是直接寫企劃 是幫忙洗碗 因為它是廚房 有做菜的工作 所以我要洗碗 然後做菜然後翻到去 就這些工作累積到 讓主管看到你說 你其實還有別的能力 工作人員可以做其他的事之後 你就可以寫腳本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都是 從累積小事 你覺得看過去企業的事情 主管其實都可以觀察到 然後我覺得做這個節目 最多的收穫是 不是這 因為我做了十五集 那我做十五集當中 我覺得不是十五集的經驗 而是我可以在這十五集 挖掘很多小人物的故事 因為小人物的故事 告訴我們自己後來要通告 挖掘題目 然後去辦理它的 像這邊這個就是困子熊霸 包括在蘋果 在我們那個有入圍最佳 應該是歌曲獎的一個 他們是五位罕見疾病的爸爸 然後他們每個小孩都 患患非常罕見的一些疾病 他們要怎麼去面對他們的人生 然後自己非常勵志的 在組了一個困雄霸樂團 然後去正面影響更多人 然後這個就是小凌春 大家都知道那個 台工之後小凌春 非常嚴重的創傷 然後他們怎麼樣組成一個合唱團 讓他們自己的族內的人員 可以去理性的去面對這件事情 然後左下角的就是一個很感人的故事 那他很感人在同一個大學 都在遠東科系大學上課 然後這個呢 他是得了一個就是萎縮症 那這個他是跟他原本素妹平生 但是他會覺得他這樣子上下課很不舒服 很為難 然後他就每天都去載他上下課 根本不認識的人 所以他們之後就變成一個非常深刻的友情 那一家最深刻就是這一個 因為他最後呢 他們的老師就這位 有寄了一個信給我們 他就說因為他昨天的錄影不長 他發現鎮文就是這個小朋友 他說他覺得他有寶貝送給他這個 寒淨疾病的禮物 因為他可以有這個故事 再去激發更多人 然後對別的人生可能會有另外一層面的影響 這是鄭文跟這個老師說的話 然後我就覺得非常感動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在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根本不知道你有沒有回報 那你也不要想回報 因為有時候就是默默的發生了一些很感動的事情 在你的生活當中 然後他們說我們是很認真的工作 現在我們可以得獎 那我們去得獎 但是沒有入圍這樣 然後最後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覺得實習就是什麼 拼圖 因為我 但是這個前提之下 你要先有一個願景 就是你知道你要做什麼 你想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然後你才去想我現在擁有什麼 跟我未來還缺少什麼 這是我覺得實習當中 我最獲得到的一個經驗 就是像平途一樣 然後 這是我的粉絲專業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這邊跟我交流聯絡 或是說有一些社工的一些ID 也可以跟我分享 謝謝大家 來說 我會不會找到那個人 我會想知道 我們來看 我會想要對嗎 我會想要對嗎 那些人 我會想的 你會想要對嗎 我會想要對嗎 感谢观看